那我們這裏頭開啟一個資料庫 請你顯示最高分 各科喔 各科喔 我指定各科喔 各科喔 所以你要指定各科的時候 你group by 就要告訴他是哪一類 根據哪一類 去做這個事 所以我們看一看 我把這個資料檔打開 各科的最高分 所以我maxima 我 因 數 是不是 以這個全校的table 交出來 各科最高分 他就告訴你最高分是誰了 各科平均分數 是不是你就直接算 點 都出來了 他就是各科的平均分數 以學校的table 這個欄位的平均數 各科平均數取小數兩位 我是不是在加上round 各科的平均數在這裡 逗點兩位 就是取兩位 那他的英文 平均數 平均數 然後取兩位 平均數學取兩位 全校總人數 就slack count 星號 就全校的 我顯示10班全班總人數 條件是102班 所以where class等於102 slack這個是總人數 是符合條件的總人數 就出來啦